准备全麦面包粉175克 加1.5克的酵母 牛奶 用筷子搅拌至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保鲜膜密封 室温洗发30分钟 然后转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这个是已经发酵了一个晚上的面团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面团里加入120克的高筋面粉 20克的奶粉 1.5克的酵母 分次少量的加入冰水 再把我们发酵好的面团一起加进去 放在和面机里 给它开低速揉 揉成团之后 我们检查一下面团的干湿程度 比较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干的话 再可以加点冰水 开高速把面团揉豆公滑 揉至光滑之后 加入10克的黄油 3克的盐 继续揉面 揉到面团把黄油完全吸收就可以了 能够拉出这种比较粗糙的薄膜 然后放在面板上 筛打几下 把面团平均分成三等份 再把每个小面积滚圆 米粉 饧上20分钟 送吃好的面团 把表面拍点干粉 给它第一次擀卷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继续饧上20分钟 先放好的面团 进行最后一次擀卷 搅好的吐司 放在低糖的吐司和模具里面 旁边放一碗温水 进行最后一次发酵 全麦吐司 已经差不多发酵好了 发酵到了9分 放在提前热好的烤箱 完全晾凉之后 装在保鲜袋里面 第二天再来切片 全麦吐司 做了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不太理想 因为全麦的量加多了 吐司发不起来 加少了 达不到健身食补的标准 所以这次终于尝试出了最合理的配方 既能达到健身减脂的目的 也可以让外形看起来更符合吐司的标准 做早餐三明治太棒了 而且用了中种法 使得吐司更加柔软又好吃 喜欢轻食的小伙伴 一定要试试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